现在想想 我的新婚之夜 还是那么别具一格 我和我老公围绕我闺蜜 进行了一场持续六个小时的人性大讨论 这绝对是一场友情和爱情的实力较量 讨论结束 天也快亮了 我俩口干舌燥 纷纷爬下床找水喝 一大瓶矿泉水下肚 我老公戏谑地说 别人家新婚之夜 废妖 咱们家 废水 结婚当晚 送走亲友 卸妆洗澡一通忙活 小宁盘腿坐在床上数钱 做登记核对 我爬上床 伸脚踢了下他 这流氓竟然 顺势把我的脚扳到他腿上 脸对脸近距离地看着我 被我扒拉开 嗨嗨 以后家里的财政大权 得归我 把你工资卡交出来 小宁看着我 往后退了退 思寸了下 说 咱们不是说好经济独立的吗 你怎么反悔了 抠着手 我有点心虚 婚前我们有聊过 默认经济自由 设立家庭基金 抵抗意外等 可这才刚结婚 我就反悔了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自知没脸说话 我在一边装沉默 小宁开了口 是你那个朋友小小 给你支招的吗 他怎么知道的 我坐正了身子 就看见他转身下了床 我想完了 刚结婚我就要被分居了 没理会我灵魂上的忏悔 他绕到床头柜上 拿起了手机 拨弄了几下 递给我 里面是我和闺蜜小小的合影 咦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谁发给你的 小宁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你的伴娘 好闺蜜 一个月前你是穿婚那天 她给我发的 都是你俩的合影 今天在婚宴上 她说是替你挡酒 好几次贴过来 站在我边上 还让我二叔误以为 她是新娘 这个行为有点刻意了 虽然不太清楚 你们女孩子选礼服的标准 但是我也大概了解 伴娘最好不要和新娘一样穿白色 这是在抢新娘的风头 这表里表气的行为 还是我平时认识的闺蜜吗 那天我要跟人跑了 你还给我们俩画路线图呢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 我有点疑惑 不过我老公说的没错 就是小小教我掌握财政大权的 我和小小是合租认识的 在北京的三年时间里 我们俩合租一个两居士 无话不谈 除了我爸妈 她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们两个很不一样 她是万人迷 笑话 丝花 身边有大把的男人 跟在屁股后头 而我 典型的国人梨行身材 胯大腰细 个头矮 唯一的优点 就是书读得多 但是也因此戴上了黑矿眼镜 人都说臭味相投 才能成为朋友 但是天差地别的我俩 怎么成了闺蜜 其实我也说不上为什么 我26岁 还没正经谈过一次恋爱 但小小 已经阅人无数 大学时期 对我有点一丝的 那个男生 在得知我毕业 要去北京打拼后 火速跟我撇清了关系 一毕业就回老家 做了公务员 没多久就听到了 她结婚的消息 据说娶的是村长的女儿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刚从客户内出来 方案被否 我站在国贸的大街上 刺骨的寒风里 看着他们两个人的婚纱照 泪如雨下 不知道是因为 丢了客户觉得委屈 还是祭奠 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情 打那以后 我好像是被中了骨 再也没有心动的感觉 和小宁见面那天 我其实是代替小小去相亲的 这是小小给我定的要求 如果她在手机照片里 就把男方pass了 又不得不去应付 那我得去帮她救场 因为一般男的 见到她都走不动路 见了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那天她顶着一头大波浪 端端地走过来 跟我说 方小雨 明天晚上老娘请你吃饭 请你沐浴更衣 盛装出席 你又相亲吗 不是和那个小飞正谈着吗 陈飞已经是过去试了好吗 你这脑子 怎么总是跟不上我的节奏 我倒是想跟上你的节奏 但你也得给我机会啊 门口的麻辣烫你 还能坚持吃俩月 但是男人 怎么这么难 小小一边给头发抹精油 一边对着镜子说 男人就是要多挑 这样才能找到最好的 奋斗太难了 我可不想后半辈子 一边赚钱养家 一边还得照顾老小 对于相亲 我实在是打不起精神 陌生男女坐一起 互相试探财物 家庭 没意思透顶 但是小小对这件事 却乐此不疲 为了多一些相亲机会 平时一盒草莓 都舍不得买的朱小小 居然花了巨款 在某平台上注册了会员 重义的或者不重义的 他都要见 我一度不能理解 不重义的 见什么劲 小小却说 不重义就做朋友呗 万一风水轮流转 人家又有钱了呢 放长线钓大鱼 是他的人生格言 现在想想 我还挺感慨 自己跟王小宁的结合 是妥妥的简陋行为 哈哈 就在我们结婚前的一天 小小突然来了 神神秘秘地说 有重要的事情 他插着腰 义正言辞地跟我说 我问你 你婚后真的准备 和王小宁经济独立吗 没错呀 我们都保证过的呀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这是早就跟他说过的 你可真傻呀 怎么能真的这么做 你和王小宁的收入 在一条水平线上吗 他赚多少 你赚多少 你没数 他可是年薪五十万 你才月薪七K 你怎么放心 让他都拿着 可是小宁从来不乱花钱啊 他物质需求挺小的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道理不懂 谁说他们的需求 就都是物质了 他公司那么多小姑娘 都比你漂亮 给谁花不行 小小突然拉住我的手 方宇 你太单纯 男人出轨 还分结婚前后吗 你忘了老王的前车之鉴了 老王是小小的前男友 叫他老王 其实只比我们大四岁 他和小小是同事 人长得帅 做事也精干 来公司没几天 就和小小出去约会了 公司禁止办公司恋情 所以这是只有我知道 每次约会完 小小都会把老王一通抱夸 说年龄大的就是会照顾人 成熟又有魅力 约会了一段时间 老王突然有事回老家了 小小每次问他归期 他都含含糊糊地不正面回答 可疑的是 每次视频聊天 他都会转成语音接听 老王消失了 从一个星期变成了一个月 一个星期不回来可以理解 但是一个月不回来 就肯定有问题 没等老王主动坦白 他的同乡同事 就交代了老王的底 老王是回老家结婚的 本来婚嫁只批了一周 但是被老家的媳妇抓到 他在外面乱搞 看到了给别的女人消费的记录 就撒泼打滚的 不让他再出来 接着老王就辞职了 再也不来上班了 老王的情人是谁 网络上 成熟的老王 应该不会玩网恋这种幼稚把戏 那不在天边 就在眼前 这情人应该就在公司内部 大家好奇地互相猜测着 任何一个女的都有嫌疑 一众女人中 小小的嫌疑最大 因为她单身 长得又漂亮 还跟老王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 于是大家看小小的眼神 都有些玩味的意思 盛宵尘上 小小的领导还找她谈过话 告诫她注意个人作风 小小在公司不好发作 在家里一口气摔了好几个玻璃杯 没抓到狐狸 还惹了一身骚 任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我她妈哪知道她有未婚妻啊 她刻在脸上了吗 我怎么就作风不好了 谈恋爱犯法吗 这傻X松丝的傻X威定 真她妈烦死了 打那以后 小小找对象都不找姓王的了 回想起老王这段经历前车之间 我也多了一些心思 小宁虽然没有多帅 但是她能力出众 人又热心肠 难免不被人惦记 看我犹豫了 小小又进一步为我支招 婚姻不是西风压到东风 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谁掌握财政大权 谁就能占领上风 我心中暗自后悔 是不是平时跟她说的太多了 可是如果她生气怎么办 我这算失信 她对原则性问题非常介意 哎呀 不会的 她都给你买了那么大的钻戒了 还能差这点钱吗 我比你了解男人 信我的没错 我不会害你的 小小走后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我拿出一拧给我买的钻石戒指 它在灯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收到这么大的钻戒 我震惊了好久 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 我心情复杂 内心有强烈的不匹配感 这么好看的戒指戴在我的小胖手上 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把钻戒给小小看 她惊得直接从沙发上跳起来了 她把戒指套在自己手上 在屋子里找各种灯光角度看光的折射 一边看一边说 足足有两颗拉 我的天哪 两颗拉 她戴了很久 一直问我好不好看 说实话 她的手指修长 比我戴着好看多了 老王和戒指刺痛了我的自卑感 我更觉得自己配不上小宁 如果她以后不喜欢我了 找个别人 我还身无分文 跟她离婚 也很惨吧 所以就听了小小的建议 跟小宁提了工资上缴的要求 这口口声声说 不会害我的闺蜜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境呢 她喜欢上王小宁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卧室里摆着我们俩的婚纱照 一个高挑精干 一个矮小错胖 尽管修图师已经屁得很完美了 但还是能看出我俩的差距 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可以和这么优秀的男人结婚 不夸张地说 我做梦都没梦到过 努力地回想 我们俩交往权的过程 试图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同事侠姐给小小介绍了个对象 说对方在外企工作 能力强 性格好 赚得也不少 夸得挺好 结果小小在看到对方照片后 立马就否了 一看她长得这个样 我就知道小地方出来的 肯定摳得很 你看她皮鞋都那么旧了还在穿 肯定是个经济使用男 有时候我也感觉小小太物质 毕竟人好才是最关键的 但是小小却坚持 贫贱夫妻摆是哀 人好又不能当饭吃 内心pass 但是表面功夫还得做 毕竟这是人情 于是就有了我跟小宁以后的故事 晚上我身着标配 樱桃子T恤 运动裤 运动鞋 早早就到了餐厅等着 喝了两杯水 看见有人给我打电话 是朱小小吗 我是王小宁 我到了 你在哪儿 我没看见 我站起来 一边找人一边说 靠窗位置 穿着樱桃小丸子T恤的就是我 没一会 就看见一个瘦高挑的男人走过来 他走路很板正 好像当过兵似的 你好 我是王小宁 他在我面前站定 很大方地向我伸出手 以我的身高 只能抬头仰望他 见他这么正式 我颤巍巍地把手递过去 轻轻地握了一下 我来点菜吧 你喜欢吃什么 今晚我请客 这家店我常来 没有假客套 也没有过分的寒暄 他直接拿主意 反而让我觉得他很有想法 我也没客气 直接对他说 我都看好了 来份烤猪蹄吧 听到我说的话 他嘴角扬了一下 第一次相亲就点猪蹄 你这是想吓退我吗 嗯 这个男人太聪明了 一眼就看穿了所有 我手心冒汗 开始紧张 不 不是啊 我就是单纯喜欢啃猪蹄 过瘾 哈哈 他大笑出声 你很真实 我心里翻了个白眼 我一个来破坏相亲的 当然没必要装什么了 只会尽力真实 吃饭的过程很平淡 兴趣爱好老家哪里 他问我就答 我不问的 他就自己答 这样的相亲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他怎么这么多话 尴尬中我偷偷打量他 结果又被他当场抓包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演员张义 哦 哈哈 有一些朋友会这么说 你也这么觉得吗 嗯 你们长得挺像 是吧 你长得也挺像樱桃小丸子的 我觉得我的脸肯定红透了 不然他脸上的笑容怎么越来越大 我速战速决地吃完了饭 把包拿在手里 想尽快逃离这样的窘迫 对面的男人放下手里的筷子 看了我一会 叫来服务员解了账 你叫什么名字 方雨 哦不 朱晓晓 我惊慌失措 原来人家早就看破了我的身份 方雨是吧 嗯 我记住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他淡定得不像一个正常人 我用犯了错的眼神看着他 他没看我 而是拿起车钥匙向外走去 也许是心虚 也许是他说话太有力度 我耸唧唧地上了他的车 一路无话 到小区门口 我自顾自地下了车 就要往小区里面跑 王晓宁在背后喊住我 我加了你微信 通过一下 晚安 我忙不迭地扭头 看他靠在车门上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下意识地赶紧加快了脚步 天哪 这是个傻人 一口气爬上六楼 我靠在门上 呼呼直喘 家里黑着灯 小小没在 我把自己甩进沙发里 尽量不让自己 去想刚刚发生的事 时针只在十二点 小小回来了 满面春风 我盖着被子 躲在沙发角 不敢看他的眼睛 你猜我干嘛去了 小小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完全没感觉到我的异样 不 不知道 我也去相亲了 你走以后 相亲网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不错的男人 正好他今天也有空 我们就见面了 我跟你说 他刚刚开着奔驰小跑 把我送回来的 老娘这回真的是赚到了 我对车没什么概念 但是奔驰我知道 跑车我也认识 加在一起 就是有钱的意思 还没等我发表观点 小小突然想起来什么 哦对了 那个王 王什么来着 打发了吧 人不咋地吧 突然被转到这个话题 我下意识地往被子里缩了缩 小声地说 对不起呀小小 这回让我给搞砸了 他刚刚跟我要微信 呀 他看上你了 哈哈 我低下头 今晚势必是要把尴尬进行到底了 你加上他呀 通过通过 难得有个男人看得上你 赶紧的 小小抢过我的手机 静止点了通过 你们聊聊看吧 先触着呗 我拿回手机 看着那个叫王小宁的头像发呆 今晚的戏份都挺跳跃 稀里糊涂的 我就被人强塞了一个男人 以后的日子里 小宁没事就跟我聊天 我们发现 彼此的兴趣爱好都很类似 所以话题也越来越多 他经常出差 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小礼物 那种开心 真的很奇妙 时间久了 东西越堆越多 小小会偶尔拿起一个杯子 嘖嘖 方宇 就一个杯子你就开心成这样 天哪 怪不得他会看上你 真是对眼了 听得出他的嘲讽 但是我也没往心里去 他一直这么说话 相比于他男朋友 送他的名贵化妆品和首饰 我的杯子确实显得小气了很多 一年以后 小宁在我们相亲的餐厅跟我求婚 当他把那枚戒指拿出来的时候 我明显听到旁边客人的惊讶声 天哪 这么傻 这得花多少钱 你不过了 小宁笑着说 买个戒指就过不下去了 你也太小看你未来老公了 说实话 我只知道 一宁赚得比我多 但是多多少 我从来没问过 紧接着 一宁又掏出了一枚钥匙 女主人欢迎入住 那顿饭 我的嘴巴都没合上 这个只比我大三岁的男人 到底有多强的能力 晚上 我把钥匙和戒指 给小宁看的时候 他也疯了 嘴里一直说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是啊 我也觉得不可能 这样的男人 怎么就让我遇到了 第二天早上 小宁跟我要了小宁的微信 说是要替我好好考察考察他 我当时只是觉得好奇 一年了没正眼瞧过 怎么突然要考察了 但是也没多想 小小见的男人多 没准真的是想替我把把关 毕竟结婚事件很慎重的事情 小宁在收到小小的添加信息后 截图给我 调侃道 真假美猴王 真的出现了 嘿嘿 小小说要考察考察你 你可要小心了 别被他抓到把柄 小宁发来一个求饶的表情 把我乐得不行 直到我们领证 小小也没说出小宁什么不好 只是那天 他情绪特别低落 是婚纱那天 他帮我挑选 来来回回换了二十几套 他都说不行 最后我和店员实在累得不想动了 他才勉强同意了一套 在我选装发的时候 我看到小小和店员在沟通什么 然后他就到是婚纱的房间去了 没一会 他穿着婚纱就出来了 最简单的款式穿在他身上 都那么好看 店里的人都投去羡慕的眼光 他在镜子前左转右转 很是满意 这时候店员建议说 新娘和伴娘合个影吧 多好啊 闺蜜秀 我也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所以就拍了很多张 当我要把最后的婚纱照 拍给小宁的时候 小小拦住了我 别这时候发呀 那新郎还有什么期待 想了想也是 所以直到婚礼那一刻 小宁才看到我化妆穿婚纱的样子 回顾了过去一年的事情 我也没理出个头绪来 小小一直都不喜欢王小宁 怎么还会背着我勾引他呢 你这么抢手吗 他鼻子都快歪了 傻媳妇 我行情好着呢 婚礼第二天 我还是不敢相信小小是坏人 一宁拍拍我 建议我约小小出来 当面把话说清楚 别为难自己 也让他别再有别的举动 约在咖啡店 小宁开车送我过去 但是没进去 我坐在熟悉的座位上 等待着一场关于友谊的审判 小小进来 我对他笑了一下 很短暂 他坐在我对面 关切又有点急促地说 怎么了 王小宁没同意吗 你们吵架了 他说什么了 小小 你希望我们吵架吗 去拿杯子的修长手 停在了半空中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把手缩了回去 行了方雨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我输了 在王小宁这个男人面前 我彻彻底底输了 小小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好了 别用这种质问的口气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气的是王小宁 他跟我说 打一开始 他就没看上我 就算那天是我去相亲 我们俩也不会有结果 男人说 想找个简单的老婆 结婚生孩子 过着踏踏实实的日子 这话鬼才信 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我倒要看看 这是一个多专情的人 这一刻 我突然觉得 好像从来都没有 真正认识过他 小小 这些东西你也会有的 当然了 只会比你更好 他拔高了声音 然后拎起包 头也不回地走了 透过咖啡厅的玻璃 我看到他飞快坐进一辆跑车 轰轰地消失在车流里 回去的车上 我发了很久的呆 小宁对我说 别担心 他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